好,开始吧 OK,然后这篇就是Nibs 2021的那个论文 它也是就是致力于知道信赖的动物态回归 然后它就是 主要就是用了一个就是正探Nib仮玛分布 然后来进行那个uncertainty的估计 然后它是主要是 就是对于两部分那个uncertainty进行那个估计 就是之前我讲的论文里 它基本都是就是没有把这两个uncertainty分开 就是这个一个uncertainty是那个data的uncertainty 一个uncertainty是那个模态的 不是那个模型的uncertainty 就是之前基本都是 之前直接算出来一个值是吧 直接一个uncertainty好像是 对,之前就是直接就是算一个uncertainty 这个拼是怎么拼的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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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怎么读啊 这怎么读啊 呃 这个这个这个不知道 就是一个是任意偶然的意思 一个是就是认知认知上的意思 但是怎么读啊 Alia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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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ertainty 任意的 任意的偶然的 这两个 一个是当模态的 当个模态的任意偶然的 这两个uncertainty是就是对当个模态 当个模态以及当个样本进行分析 然后这个的话 后面就是对于这个 嗯 对我们太监的一个整合 嗯 就是这篇文章 呃 他的 就是虽然说这篇文章 他的这个重点是在这两个uncertainty的估计上 但是因为这两个uncertainty的估计是 就是另一篇文章里提出来的 就是他的重头 是上了自己的文章提出来的 还是别人的文章提出来的 不是不是 是一篇麻省理工的文章 就是好像2017的一篇麻省理工的文章提出来的 嗯 对就是他的重头是这个 但是这个是别人提出来的 然后他们主要就是做了一个 就是把动模态给加了进去 然后进行一个整 进行一个整合 然后他们是在就是 就是三个不同的动模态回归任务上 就是进行了那个 那个训练 嗯 然后就首先 嗯 介绍一下吧 就是这两个uncertainty 就是从这边开始 就是下面就是 哦 这个是2020的 对 就是这篇是麻省理工的2020的一篇文章 嗯 就是他这个uncertainty 就是主要是两部分吧 一部分就是 呃数据层面的 还有一部分是那个模型层面的 嗯 呃数据层面的话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 上面这个uncertainty 就是数据层面 下面就是在prediction里面的uncertainty 他是把这两个混合了就是由那个数据 还有噪声引起的预测不准确 就是他没有分的那么细 他就是直接就是 就是他是他的结果看的就是这个预测的那个uncertainty 但是就预测uncertainty 就是之前那些认为其实是跟这个前面这个数据的uncertainty 也是有关联的 但是他就是直接把这两个分开了 嗯 这样子做能够能够这个uncertainty做的更更怎么着吗 他这样分开的好处是什么呢 呃就是 嗯就是说这边这个uncertainty 下面这个预测的这个uncertainty的话 呃模型得出的都会是一个 呃就是overconfident的的一个预测 就是我们是不知道他预测的到底是准不准的 就是下面这个uncertainty就是我们来评估这个模型 他预测的 就是能不能对那些无法做出预测的那些数据 然后来提醒我们他是无法预测的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我看一下下面这句话啊 evidential regression 就是Symartesley learns a continuous target along with 啊就这两个 这两个sertainty given input and network trained to predict the parameters of evidential distribution which models a higher order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这句话什么意思 下面这个啊 他这个网络是为了training上面这个分布是吗 对因为就是我们他的那个prediction是满足一个高速分布的嘛 就是假设他是满足高速分布的 然后我们需要就是 就是嗯就是需要去通过他以致以致的那些样本来就是通过那个自然函数来对那个这个mu和这个sigma做预测不是就是你这个mu和sigma然后来进行一个确定的值 网络就是因为trainning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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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ibution 就是他这个嗯预测是我们假设他满足高速分布然后但是然后因为此时训练的时候那个prediction是我们已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这个已知的就是样本来就是通过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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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已知的 其他自然估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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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就是以前的一种做法 这个其实就是之前有一篇论文里 它也是这么做的 就是我之前讲过的一篇 就是我们假设它那个prediction就是y 因为这是一个回歌的任务 我们假设这个y它是 它的就是它的噪声是满足高斯分布的 然后我们就是需要通过 它这个已知的这个分布 来就是来通过这个极大四样估计 来就是求解它这个 就是估计一个μ和这个sigma 使得它的这个 就是预测满足这个分布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种常规的 常规的那个就是回归回归的一个一种算法 那相当于你的通过其他斯坦估计把这个高斯分布给搞出来 有了这个高斯分布之后我就知道它的数据的分布了 是这意思吗 就是对的uncertainty了是吗 对 那我想知道是这个平均值和c 是怎么样的分布表示它的uncertainty高怎么样表示uncertainty低呢 呃就是这个 呃就是这个sigma越高它这个uncertainty就越高 因为这个在正台分布里这个就是那个方差的意思吗 方差越高 它就说明它这个不确定性越高 方差越高它那个分布不是就是类似扁平的这么一个山坡 扁平的啊对对对对是的 然后你放放它小的话就是一个高耸的就是尖的对嗯 尖锋一样的东西那高耸的那个尖锋的话就不是中间那个中间那个没有就是希望它那个呃 probability概率取得比较高吗 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就比较低吗嗯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呃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传统的那个做法就是通过这个来就是获得这个均值以及这个呃 方差来获得它的那个数据中的不确定性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只能得到它那个就是前面那个 嗯的 Electric 就是这个是数据中的 Alient Tauric Tauric Alient Tauric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数据还有噪声 数据还有噪声它产生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它无法建模那个 呃模型中的不确定性 呃呃所以呃就是呃呃所以就是这篇文章它就是用之前是用一个高速分布嘛 然后这篇文章它是用一个就是NIG分布 嗯就是正态NIG分布 因为这个正态NIG分布是那个高斯分布的就是鲜艳分布 所以就是我们通过就是我们通过这个NIG分布来对于它那个对于那个高斯分布中这两个mule和那个Cgamma的这两个参数来进行一个鲜艳的那个估计嘛 所以呃所以呃所以就首先对于那个prediction呃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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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训练是已知的就当它标签嘛 标签首先是服从那个那个正态分布的 然后因为这个就是这个NIG分布是正态分布的鲜艳分布 然后这个是就是就是mule就可以表示为就是根据这一个NIG分布里的参数的这么一个正态分布 然后这个方差是表示为就是这个形式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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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的就是这个NIG分布的那个呃pdf就是那个probability 就是概率密度函数danage这岁寒数凡数 嗯就是这边的话就是数学中的那个公式了就是他怎么推导的他像是有有写的但是我看了一下 就是嗯还是还是没有看懂就是放棄了 就是他这个公式是这样的 然后呃就是这几个参数 首先是这个呃这个这个叫rf2b gamma 这个 gamma是就是是这个分布的均值 然后这个lambda这个lambda 为啥这个lambda 就是这个lambda 以及这个rf就是决定了这个分布的一个形状 就是这个lambda和rf越大越大 他说明这个就是这个分布具有就是更高的evidence 更高的正确就是更高的可信度 就是从这个看a这幅图从上往下的话 他这个rf是越来越大的 然后看看这边这幅图 这幅图就是从这边这边中抽了一个出来 然后嗯然后他这个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圈套就是不同的那个就是不同的那个正台分布嘛 然后他是在这边取了比如三个点 三个点就可以看到是呃相对硬的不同的那个正台分布的表示 就是就是他是越接近这个深色的 深色的圈就表示他那个呃方杀是越小 越靠近这个外圈 外圈就是这个淡淡蓝色的圈就表示他这个方杀是越大 然后他这个均值这个正台分布的均值也是跟这个就是高斯尼干嘛分布它是相对应的 然后呃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主要形式 然后我们的用这个分布的目的就是用这个分布啊 不用之前那个传统的高斯分布的目的就是来估计它那个 就是之前提到那个后面的那个uncognitivity就是模型的uncognitivity 然后呃后面呃对这个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根据这个NRG分布得出来的这个那个prediction 以及两两个uncognitivity的那个表示 首先这个prediction的话就是那个均值嘛呃这个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这个就是数据中的那个uncognitivity就是 嗯就是那个方杀的均值 因为此时那个均值和方杀都是不固定的 然后根据那个之前的高斯分布 我们计算这个数据中的uncognitivity也是根据方杀决定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NRG分布中 我们计算这个数据中的uncognitivity就是通过 啊就是通过对这个方杀取均值啊 就是这个式的这个式的就是那个那个式的化解出来的 就是就是这个NRG分布的话NRG分布它的方杀的期望就是这样子 α减一分支β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公式推导出来的 好就是比较比较复杂这个数学层面 然后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模型 模型转身的uncognitivity 然后它那个呃就是比较可解释性的意义就是呃就是模型预测的准不准 啊就是模型最后预测准不准 然后根据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最后模型 我们预测出来的那个均值是这个达马嘛 所以我们模型预测准不准就可以理解为对于最后预测的那个均值取方差 就可以理解为是那个我们最后模型预测的准不准 因为它这个方差越大就表示这个预测的那个方差越大 就说明它这个预测的uncognitivity越大 对对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因为这个呃这个μ的这个方差也是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巧妙的把这两这两个uncognitivity通过这个公式给直接建模出来了 就可以呃方便后续的那个那个uncognitivity估计 嗯呃然后呃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都是嗯就是这篇 Deep Evidential Regression提出来的这个这个方法 呃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回到这篇这篇这篇论文了 然后这篇论文因为它是用了多磨碳嘛 所以它肯定还是要对那个多磨碳就很融合的 嗯就是它这边呃首先是呃进行了进行了两个两个表示嘛 一个是Future层面的Fusion一个是Decision层面的Fusion 呃就是一个是在预测预测之前就对那个Future进行融合 那就比如那个concat啥的 嗯一个是对于就是在预测的预测出来结果进行融合 就比如之前也有的就是对不同的预测去不同的那个那个uncognitivity 上面呢就是数据层面的然后下面呢就通过那个prediction的这个uncertainty 是吧嗯对对 那那那那那那已经讲完了 那是不是 重点就讲完了 因为你你通过刚才那个公式 你就已经直接推出了两个prediction 两个uncertainty了 就对已经有两个uncertainty了 你这一结合就是数据层面呢 你就用刚才的 叫叫AlienTorik这个uncertainty去融合嘛 融合方式跟我们上次讨论文章一样对吧 我的certainty越高我把这个权重加到对方去是吧 对的对的 对然后你到那个prediction结果呢 你用后面这个什么absence 什么temic什么uncertainty去融合 也是我的certainty越高我就给对方加权重了 对的 然后或者来个什么倒数就行了 嗯 所以我说就是就是我当然他这个关键点其实都是 关键点用了他的种事对 对提出来的就是我看到一半发现 这两份文章就是前面的部分都是完全一样的 他就是改了一下参数 然后 行的 再往下看 对然后他后面的话 呃 因为他需要对多模态进行融合嘛 嗯 然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对于单个模态 我们这个分布它是一个NIG分布 而我们如何使得就是融合之后的这个 这个MONIG它也是一个它也是满足这个NIG分布的 然后他就呃设计了一套就是 对于不同模态这个NIG相加分布相加的一个 一套公式 哎 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为什么要融合之后的结果 要符合这个NIG这个分布呢 呃 因为 因为他 因为你最后那个Loss计算是根据这个 哦 这个融合之后那个NIG来的嘛 哦 只能这样算 就是 他就是 根据那个设计一套融合公式 然后这个的话 呃 这个第一个GAM 就是均值的意思嘛 然后第二个这个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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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这样做 就是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 呃 那个evidence evidence 意思 所以他就是 对于 evidence越高 就是乘上了一个更高的那个均值 evidence越低就是乘上一个越低的那个均值 然后最后 得到这个融合的这个均值 这个 这个 我有点有点忘了 这个evidence是啥意思 呃 这个的话 就是 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 这个是第一个参数是均值的意思 然后第二个这个 这个alpha以及这个lambda 就是呃 控制这个分布的形状 就是这两个值越高 就是它是越往下 类似于接近这个下面这种更紧致的这种分布 哦 所以它就会 那个 uncdnc就会越低 就是evidence越高 这个其实就是从那个 方差里也能看得出来 嗯 就是这个alpha越高 它这个 其实那个 uncdnc 可是它这个方差就是越小嘛 越低 嗯 对 就是从这两个也能看得出来 V也是 V越大的话就越 那个uncdnc越小 对对 嗯 对对 然后这两个的话就是直接相加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嗯 下面这个的话 因为这个beta是跟它的均值和方差都有关系 嗯 所以它就设计一个分别的两部分 一部分是进行相加 类似于均值求和的方式进行相加 还有部分是类似于方差球和方差的那个计算方法进行相加 所以它设计这么一个beta 我有疑问 它这个summation这种方式啊 是它自己想出来的还是 它怎么设计出来的 这个 这个应该是它自己想出来的 那它这个想出来的它的标准是啥 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它是有数学证明吗 嗯 这部分我没看到有数学证明 那它直接就说比如说alpha对alpha1 加上分析就这样子啊 对 它就是只证明了 它最后的那个是满足NG分布的 就是它如何提出来的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它为它的这个计算方法提出了可解释性的这个依据 以及就是最后它是实现了它这个分析分布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 这个不会吧 这个 没有道理吗 它就没有证明 然后为什么是这样子 它为什么会凭空想抓这种公式 对啊 总有个道理呗 我想或者有个依据吧 我想总 呃 我 我 我好像确实没看见 可能我漏看了 那留着这个疑问吧 反正 反正就是说输出是得到一个新的NIG 就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对对 呃 然后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呃 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一个 呃 然后它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就是最大化它那个 一部分就是它那个最大化那个NIG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然后然后起了之后就是这么这么一个表现形式 那在海洋之前那也不是我们刚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 它只是只要把人家结合在一起而已 它这种LOS还是设计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东西的吧 你说这个LOS吗 这个LOS 它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就只是对这个求了一个求了一个求了一个Log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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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数学公式它是就是数学界的问题 然后它是只是求了一个Log 哦 然后呃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最小化那些错误预测的Evidence 嗯 就是就是对于那个预测的结果以及那个标签 乘上一个Evidence 这两个的话就是Evidence它的那个 嗯 什么叫尺度吧 就是乘上一个Evidence的一个尺度 因为这两个都是越高它那个 这两个这两个字都是 越高它那个Evidence越高嘛 所以它折上了一个尺度 就是要最小化这个在错误预测上的Evidence 然后最后进行那个呃 三维 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不是这个LOS设计 就也是呃 完全COPY这个 只不过是它后面有加了一个对于杜摩泰的一个 就是那个哪哪哪哪哪家的那个公式 这个啊 然后确实 工作好像不是很多啊 是不是 对 对 就是 对啊 就感觉 有点 太奇怪了 在后面还有吗 后面还有吗 后面还是有的 嗯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实验 对 说起来这个实验它也是 就是差不多 啊 首先 呃对 就是这篇呢 这个的话就是这篇2021的后面的那篇论文 就是它是 呃设计了一个回归 回归的那个函数嘛 然后这是一个高斯噪声 嗯 然后就是对于 呃 数据添加随机的高斯噪声 然后进行预测 就可以看到 呃 首先就是 呃 动模态融合之后 它这个预测 是比呃 弹模态稍微要好一点 然后其次的话 好的表现是怎么 怎么这个图怎么什么意思 怎么个好法 呃就是 这个蓝色的是本身的 蓝色的就是 ground truth 对 ground truth 然后这个红色的话 相比于这个绿色 以及这个橙色 更加接近这个ground truth 红色的最好对吗 但是这个绿色的和橙色的在哪啊 可能被红色的给遮住了 对有点遮住了 欺负我红绿色肉 更往上偏了一点嘛 这边 哦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这个 因为红色它是主体颜色嘛 所以它就用了红色 然后就把这种淡的颜色都给盖住了 好 好吧 然后 嗯好像是 然后对于它这个两个 呃两个 可视化的实现 然后 可以看到 这边造成的这边的 暗色的谁 就是添加造成更多的 这边暗色的谁 这个是数据层面 那个暗色的谁更加大 然后这边的话是对于那个 因为这边就是没有数据了 这个灰色的这边是没有那个数据了 所以它那个预测的这个暗色的谁就会很大 这是两个可视化的实现 然后 呃就是这个的话是 就是这边2020的这个实验设计 就是它 其实也是完全差不多的 它那个就是这条函数也是这个 Y等于X的三次方加上这么一个高速造成 嗯 然后你刚才说右边这个右边这种散开的 比如说哎这个图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蓝色的这种 这个蓝色就表示 因为这个灰色这边 就相当于是呃 呃就是没有没有数据的 没有数据 就是没有训练数据的 哦没有数据 然后呢 对就比如滑了80%的训练剂 以及剩下的20的测试剂 就是这边是没有训练数据的 所以它就是 表达什么意思 表达什么意思 表达的 对就是 这个的uncenteredness的意思就是说 模型需要知道 它 如果不能完全的预测出来结果的话 它需要告诉 告诉我们 它的那个 它的预测是不准确的 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部分uncenteredness的话 模型预测永远都是一个 overconfident的这么一个预测 就是它不会告诉我们 它自己的预测是不是准的 嗯 所以通过这个uncenteredness 这个 可视化的表现 就是我们知道它什么时候高 什么时候低了 我们也就知道 嗯 这个模型 什么时候我们不该相信它 或者说我们能够评估这个模型 它能不能做出可信的预测 就是通过这个 就是通过这个 就是通过这个蓝色这部分的uncenteredness 再来表现的 也就是说蓝色像蓝色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说 你的 右边 比如说5.0以上的话 其实这个预测结果已经不可信了 对 对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可信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 不要看重它的那个预测结果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哦 明白了明白了 不然的话我们永远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吗 它这个很座标是x是吧 很座标是x 那这里面的uncertainty是在哪里呢 哪个哪个uncertainty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它这个右边这个图啊 你是因为有了bund truth 所以你才能画出这个蓝色和灰色的两块东西吗 对 那这个 那这个蓝色灰色这个时候大概是4 是不是大概4.0以上的时候 那这个这个地方的uncertain值是多少呢 就说我我要设置一个不可信的值 就是根据那个就是根据这个公式吗 之前也是有这个公式的吗 嗯 就是根据这个公式获得的吗 那它是自己人为的设定一个预指是吗 比如说你uncertainty就是做最后做prediction里面的这个uncertainty到某一个值以上的时候 我就认为是不可信了 呃 他这个没有做就是只是告诉了我们它的uncertainty 就是给我们一个值它的uncertainty是多少 就是我们需要怎么对待这个预测结果 可以用我们自己设计 就是 大概明白你意思 对 这之前的结果的话我们需要对这部分 这部分数据也需要知道它的ground truth 才知道这个uncertainty 就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不需要这部分我们不需要ground truth 就是我们也知道它那个uncertainty 明白了它的uncertainty一直太高了 你就不用再看ground truth 肯定这个你这个结果就不要去参考它了 嗯 后面后面 后面的话就是 就是上一篇文章的实验设计 就是它还是有有些不同的 虽然它这个就是都是这个Y等X的三次方加上一个Gauss造像 嗯 然后 它是 它是对于就是两个uncertainty 嗯 进行了比较 重做网友的话 就是模型的横向比较 嗯 首先就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传统的 就是吉他思想估计的 那么一个模型 就是此时它是无法区分这个 无法区分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数据层面这个uncertainty 就是这个模型层面uncertainty 就是它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总uncertainty 就我们平常理解的就是这个数据的那个造成的那个uncertainty 就是减少了那些在错误估计上的那个uncertainty 一个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一项 然后没有这一项的话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个就是在错误 就是在错误的预测上的那个uncertainty就是无法无法预测出来 嗯 嗯 然后 这个这个无法预测出来是这个图怎么看我还是没有看的 嗯 就是就看这两个图吗 就看这两个图 因为这 这两个 这个图 就是 这两个图他们之间的差别就是之前loss函数设计上的一个差别 就是它是没有那没有呃没有对于错误错误的那一项 呃就是对于错误的那个估计需要降低它那个evident 它是没有没有进行这一项 嗯 所以他就是在就是在外面这部分就无法表现出他那个那个uncertainty 就是他比较稀疏 比较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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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 呃 这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是没听明白 比如说你你现在右下角两张图吧 你右边有个uncertainty很很粗的这个uncertainty有一大片蓝色的 你有了这个东西就表示说 哦明白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哦我懂了 是不是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他有uncertainty这么大一片区域 所以我就认为他测试结果是不准确的 是这是什么 对就是我就知道 嗯 应该不能这么说 因为有了这个uncertainty这一片区域 我就知道哪里的结果是不可行 但是中间就是中间就是他旁边这张图 他不存在这个蓝色这个呃一大片阴影这样的地方 他就是很准确的一条线 哦那我就认为 那这个其实我认为这个其实还是可信的 但事实上这里面其实应该是不可信的 对对对是的 应该是这个意思 嗯 嗯 嗯 然后 嗯 这幅图好像 嗯 没其他的了 后面 后面的话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 这个其实不太重要 就是 这幅图 然后A这幅图 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样本 就是越多 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预测的这个uncertainty 越小 这个反正是肯定的嘛 你训练比越多 你这个 啊肯定是越越小的 然后后面这两幅图的话 就是在两个不同的task上 进行了一个就是噪声 它就是可以显示出来噪声和这个uncertainty 它是正相关的 就是噪声越大 它就显示越大 它就显示越大 嗯 然后下面这个图就是 可以显示出来就是 呃 这个噪声是在哪个模态的 嗯 就是 重做往 重做往右的话 就是噪声的强度不断的增大 嗯 然后中间这个线 反正就是 这边的话就是 呃 模态一 这边的话就是模态二 就可以 显示出 不同的噪声 嗯 它是属于不同的模态的 我们就可以就是知道 每个模态造成高 每个模态就是造成低 嗯 就可以通过这个uncertainty来体现 嗯 然后 嗯 后面 后面没有了 是 可以可以 嗯 嗯